金门酒厂跨海与澎湖县农会合作 昨日由酒厂董事长黄仪凯 与农会总干事陈一正 共同签约仪式 除了延续金门澎湖姐妹县情以外 议长刘成昭林则希望双方更进一步合作 展开高粱原料器座 解决澎湖废根地问题 金门高粱酒澎湖销售总代理业务 由金门酒厂董事长黄仪凯 与澎湖农会总干事陈一正 两人共同签约 议长刘成昭林等人到场共同见证 金门酒厂董事长黄仪凯表示 澎湖与金门是姐妹县 之前在澎湖消防局担任局长时 农会首捐一部救护车给消防局而结缘 酒厂近期扩大市场行销 视澎湖为第二股乡 农会总干事陈一正表示 澎湖农会所辖的六家超市 去年营业额达三亿三千万元 其中金门酒系列的产品 有三百多万元的销售量 我们希望说借由销售合作把一些金门仓销的酒品 透过免税的一个机制 用比较让这边拿到比较低的成本 借着我们农会在各乡市的一个销售点 来尽量的用比较好的价钱 供应给我们的澎湖地区民众来使用 那另外我们也期待就是说 跟其他县市农业合作的关系 就是希望说也许我们澎湖地区有仙人长啦 荒芦草啦 还有那个芦荟等等这些比较有特色的产品 也许就借着我们目前金九未来在做多元开发的时候 跟你们一些特有的农产品相做结合的时候 也许我们可以合作尝试 会不会有像外有机会再有新的 这个也是属于金门特色 也有同工特色的农产品 一起来做一个开发 那农会超市一年的营业盒 现在有三亿三千万 去年金门酒厂的系列酒品 我们差不多有三百多万的营业额 那我希望说我们两个单位 如果说能合作的话 能够提供澎湖地区消费者正常安全 这个美味相存 还有价格合理的高粮酒品 对此 议长刘成昭林表示 四十年前 澎湖高粮种植面积达两千公顷 但因人口外流与老化 现在都变成了废耕地 高粮农作几乎已无种植 未来期盼能与金门契作 记者 陈荣誉报道